《牟尼经社,英国祭祀集,家庭问题》系列 这么多年后终于明白 果然在你身边的阳世业主菩萨影响最大 以下为一位师姐分享文章照灯 我对父亲很多的愿与结 甚至代替往生的母亲 一起恨她,惩罚她 因为她的后半身就是业障缠身与习气深重的视线 连续多年,每年进出医院两三次 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大肠癌,肝浓阳,肾脏病 其中好几次都是在母亲想要栽培我出国念书 或是我自己努力打拼,有机会出国读书时 她总是会生大病或经济出现大状况 让我不得不放弃理想 在家族压力下,带着不甘心回到老家照顾她 对她,我是很多深沉愤怒的 但是因为女儿身份,我不断学习着原谅,放下,和解 而她也在家人的陪伴鼓励下,一次又一次地勇敢面对困难与挑战 后来,我求着她念经学佛 母亲在世时,在佛光山做义工,参加法会等等 她都是当车夫而已 把人载到佛寺门口,然后拿着本武侠小说 在大雄宝殿门口旁边,念她的武功 父亲二十多年前,在大陆武当山学中医 练习气功,还开过中医气功诊所 但当时中国执照不被台湾承认 后来转转到东南亚做木材及水产生意 现在回想,那几年,她应该就开始被讨爆及冲犯了 自己学过中医和气功,可是习性不佳 胡乱应酬,喝酒吃肉,身体越来越差 当我越来越懂事后,我明白父亲那些叫做业障病 每次她进医院,我就在她身边念经 也要求她自己念 可是要她念经学佛,好难好难 因为业障干扰,前几年她都还会排斥念经 在几次进出鬼门关后,有一次我在加护病房为她念蒲门品时 她听着听着,默默地流泪了 在那之后,她开始应我的要求偶尔念经 在软硬兼施下,开始到佛光山道场做义工 对她而言,那是当时少数能接应她听闻佛法的方式 要她自己念经,是高难度挑战 但是要她去做做老物,捧捧人场,她愿意 在众多义工任务中,她选择参加助念团 因为母亲往生时,大批的佛光山义工来助念 让她深受感动 受人点踢,全勇已报 她开始参与助念团,念阿弥陀经 可是后来大病住院,也不宜再去助念团了 又固态附盟,拿起武侠小说继续看 后来我听说,注印佛经可以开智慧 于是我开始帮爸爸注印 每天都发心,用纯钱筒,每日投钱币 默念弟子某某某,注印佛光山经典流传 愿这个世界充满正知正见 回向给我的父亲某某某,充满正知正见 每天在家里投钱币回向 累积一个月,载到道场去捐款小额注印 说也神奇,就这样几个月后 她因为去报名佛光云水输车的师机义工 开车考试被发现连直线都开不直 去检查眼睛 医生说视力受损严重 再看小说下去,眼睛会瞎掉 就这样断了几十年的恶习 因这个恶习,我母亲与她吵架几十年 在为她注印佛经后 短短几个月内得到戏剧性的改善 而且她自己开始每天念一到两部阿弥陀经 持续不断 这样的念经量,对我们常念经的人来说没什么 可是对她来说,已属不易 我持续快一年,以父亲名义 每月小额注印 并加上打斋,供花果,与大众结缘 回向她充满正知正见,并皈依三宝 这期间,她又因肾脏病开始洗肾 父亲试吃海鲜 以前在东南亚还经营过水产生意 她住院时,隔壁洗肾的居然也是捕鱼的 她那时常说感觉无法呼吸 带着氧气管,却又喘不过气时 真的很像吸不到水的鱼 于是我还特地到市场买鱼帮她放身 请水族菩萨们原谅 某日她自己到医院念佛式参与普门品供修 念着念着,突然打一个大喷嚏 鼻子里的异物弹出来 呼吸顺畅了 她说感谢佛菩萨 好险她有来供修念经 以父亲名义的纯钱筒 每月注印佛经 即供花果结缘 仍然持续 后来辗转接触到牟尼经舍 我自己的业障念不完 工作不稳定 明知父亲喜慎是业障病 可是也不敢帮她请示 但我仍然每日投钱 回向她充满政治正见 归衣三宝 就在纯钱筒 每月注印佛经 买一年左右 她自己报名归衣三宝了 没有家人陪伴 子女在忙 但是很多佛光会友的帮忙 自己坐着轮椅参加归衣仪式 法名原志 她告诉我 她看了会心一笑 我知道后真的很感动 很感谢佛菩萨 注印真的有效 可以改变人心 几个月后 父亲还是往生了 因为洗身后仍然不忌口 爱乱吃 可是几十年来 进出医院向进出厨房的她 是在家里睡梦中往生的 至少走势安详 到金蛇寝室 父亲往生后 是在民府第二殿 超度到平民区 要经文各420遍 并开示我与父亲有因果 我过去是因腻冲突 用脚踹他致死 但此夜超度到平民区可化解 原来这几十年的波折 是有原因的 从小好几次母亲要花大钱培养我 她就生病住院 我自己努力要贷款出国进修 她就得了大肠癌 我要投资买房 她心机梗塞 我生气 愤怒 怨恨她 但作为女儿 还是要照顾她 因为她是我的业主菩萨 这么多年后 终于明白 果然在你身边的 阳式业主菩萨 影响最大 几年前我在台北买房 是以台南老家贷款 做头期款的 父亲为屋主借款人 我做保证人 但所有的贷款都是由我缴纳 父亲只是人头 他往生前后 我已开始缴本利 其实经济压力很大 父亲往生后 另一方面我自己在销魔灵 还业账 另一方面 我心里对父亲的怨怒 让我没有积极地为他念经超度 我去跟父亲置杯 可否卖房 他说要买可以 帮他完成平民区超度 然后对年后再卖 老家空着 又要缴贷款 我和弟弟整理后 委托仲介出租 离公园 城大 火车站都进 应该好租吧 没想到有人要租时 我梦到父亲回老家 看儿子和孙女 但其实我弟弟 有自己的小家庭 结婚后就没住家里了 后来求证弟弟 过年前他真的 有带两个女儿 回老家拿东西 还在客厅唱歌 看来是父亲还舍不得家人 与这房子 而那个本来要租的人 约到中介处要签约了 当场跟我说亲友不同意 还要再考虑 我之后空了半年 都没租出去 可是经济压力大 试着申请其他银行转贷 也没成功 老实说 他往生前 我积极地劝他学佛行善 为他助影放生 是因为不这样做的话 他常常出状况 生病住院 我得要 提醒佛菩萨的力量 来保他平安 来让我消火气 他往生后 我就忙着自己的业障 和萧摩宁 不再积极为他做善事 只有法会写超度牌位 但是在萧摩宁的过程中 我也慢慢放下了 对他的怨怼 我告诉自己与弟弟 父亲往生 对年前 一定要帮他完成超度 在他对年前几个月 我又开始投纯钱筒 每个月到家福中心 为他捐款奖助学金 和急难救助 希望他下辈子 可以受好的教育 有正知见 转心性 就在对年前一个月 我们完成父亲的超度 并请示经舍佛菩萨 哪个中介可以协助顺利出售 没想到签约后 两礼拜 就有人要买了 几斤斡旋 价格也拉到可接受范围 被父亲要求 在他过往对年后再签约 真的就协调下定 两周后才签约 对年了 签约当天气氛和谐 对方也是好人家 为小孩的教育和居住环境 很喜欢我们老家房子 签约后 我回老家做最后巡礼 感谢父母亲 感谢那个房子养育 我们长大 我以为我会像之前一样 难过不舍 但是当天 我感觉到房子的开心与祝福 心里是平安喜悦 出门后看到刚刚签约的买方 也来到这房子 说是等长辈来看屋 满是感谢与喜悦 金刚经说什么 第二十三品 如果说 有所为 为了求佛果 为了求自己的福报及功德 而修一切善法 这是人天火报 凡夫的修法 凡夫的为善 又说 学佛修道 打着念佛 一念万元放下 蛮好 但是如果你不修一切善行的话 没有这个福报 你想放下 也放不了 虽然我是为了求得家庭平安而行善 但是佛法仍然真真实实地改善了我的生活 学佛并不是只求自己解脱 愿用佛法 让亲友也得到安乐 相信也是佛菩萨的本意 而我的父亲本性开朗 热忱 心地善良 但因不懂因果 习性不佳 业障缠身 让家人受累 可是也因为他带给我们家人的考验 使得母亲努力学佛行善 我和弟弟都皈依三宝 说起来也是因为父亲 让我们有机缘持续学佛行善 烦恼及菩提 给你困难挑战的 往往也让人有最多的学习成长 感谢我的父母 愿以此文的功德 回向给我的父母 往生善处 年品真身 分享结束 有人说 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也有人说 要把女儿当公主养 什么都要给她最好的 是不是情人 能不能当公主养 也不是我们凡夫说了算 但可以确定的是 无缘不惧 无载不来 如上述 开示我与父亲有因果 因利已冲突 用脚踹他致死 因果就是如此 您现在所承受的 都是您当初起心动念所造 一切都是自己 丝毫无法怪别人 念经学佛难吗 没有福报 没有因缘 确实很难 再加上业力干扰 和障碍 更是难如登天 所以家人 没有像您一样的福报与智慧 您更应该悲悯他们 照顾他们 让家人体会到学佛的好处 如文中师姐 运用种种善巧方便 度化自己的父亲 更是值得大家学习和效法 《法剧经》中说 莫清小善以为无福 水滴虽微 渐淫大气 小善不羁 无以成圣 莫清小恶 以为无罪 小恶所激 逐以灭身 一个人恶贯满盈 是怎么来的 就是小小的恶 积累而来的 大善也是积累而来的 所以不要以为捡个垃圾 说句好话 是一个小善 就无所谓 一个人会有大的福报 都是从一点一滴 积累而成的 行善不只是捐大笔款项 也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那没钱的人怎么办 在路上捡起会半倒人车的石头 时时给人鼓励和正面能量 更甚者 把金蛇因果故事与人分享 等等 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 当行善变多后 您就会慢慢养成习惯 就会发现 那不仅仅是行善 那真是一件快乐的事 从内心发出的善念 它反而变成一种快乐 积危善 成大德 这么多年后 终于明白 果然在你身边的 阳世业主菩萨 影响最大 人生就是如此 上天安排好的角色和剧本 什么人跟你演对手戏 什么人该上场 什么人该下场 酸甜苦辣 全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管您要不要 愿不愿意 还是得照周 只是学佛后 您能把苦的转成甜的 这么神奇 因为心态啊 只是这其中的转换 没经历过的人 还真是 不可说 不可说 不是搞神秘 因为 因为说了 您也不会懂 修行 修放下 学佛 学转念 父母 恩重难报 不管此生 是来报恩 或是来讨债 皆需 做如此想 文中 我的父亲 本性 本性开朗 热忱 心地 善良 但因不懂因果 习性不佳 业障 缠身 让家人受累 可是也因为 他带给我们 家人的考验 使得母亲 努力 学佛行善 我和弟弟 都归一三宝 说起来 也是因为父亲 让我们有机缘 持续学佛行善 烦恼及菩提 给你困难挑战的 往往也让人 有最多的学习成长 蔡师兄说过 修行人 难行能行 为所当为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看完诗子的分享 您是否也很感动呢? 六主谈经上说 一切福田 都离不开心地 天助治住者 师姐放下心中 对父亲的怨恨 圆满与父亲的因果 最后超度父亲 离苦到贫民区 相信师姐心中 已无遗憾 如今舍另一位师姐所说 佛法真的是大依王 依人的心 圣经回向宵夜 配合中药调养 身体渐痊愈 很替他们一家人开心 也因此一家人 开启学佛的旅程 真的变成了佛化家庭 佛化家庭一直是 精舍的指标 佛法普及化 深入家庭 潜心学佛 乃为大福报也 是的 愿所有人都能认识因果 相信因果 进而解决因果 家庭圆满 人生圆满 这才是精舍 存在的目的 圣言法师 放下者 问 炎阳尊者 问赵州 宠审禅师 一物 不将来时如何 也就是修行到 心中无一物的时候 该怎么办 赵州说 放下者 尊者又问 已经无一物了 还放下什么呢 赵州答 你放不下的话 那就担起来吧 尊者当下大物 这个故事是不是说 即使心中无一物 如果抱着这个境界不放 也还是有遗物 不得解脱 答 非常正确 很多人说 放下了 放下了 真的放下了吗 放下 是不容易的事 放得下 也有层次 看你怎么放 有人叫人放下 自己放不下 这是最下的层次 有人根本没担起来 有什么好放下 不过他看不惯 充满愤怒 猜忌与怨恨 这也是放不下 有人名利 权势 地位都有 应该没什么放不下 但心中却有烦恼的情绪 放不下 提得起的人 不一定放得下 放不下的人 根本就提不起 有人 资自平凡 庸庸碌碌 过一辈子 有人很聪明 有学问 也很难干 结果也 庸庸碌碌 过一生 因为他放不下自己 心中 耿着非常大 非常粗 非常重的我 执着自己的想法 做法 人格等等 提不起自己 和他人的 义务与责任 结果人人 不敢用他 甚至不敢 跟他做朋友 这则公案 所讲的放下 应该是另一个层次 那就是 自认已经放下 到处告诉别人 他已放下 也再叫人放下 这种人 是正在修行 而且已经 修行很久的人 身无常物 什么也不需要 出家人 可能夏天 只有一件葛衣 冬天只有一件 螺花袄 其他什么也没有 但若认为 这种情况 就是放下 那就错了 因为 他还有 放下的念头 所以未放下 真正的放下 是既不认为 自己已放下 也不以为 自己放不下 应该单起的责任 和义务 照样去做 应该接受的权利 若能以知 造福人群 也可以接受 有人问我要不要钱 我说要 有人问我 能否放得下钱 我说能 因为我要了钱 不是拿来享受 而是去逆异议社会 弘扬佛法 我在帮他用钱而已 放下的意思 并不是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不要 而是心中没想到 这是我的 那不是我的 这是我不要的 那是我非要不可的 即使是成佛的念头 也要放下 这才叫放下 禅宗说 修行 要修到 一丝不挂 好的 坏的念头 种种执着 都放下 这不容易做到 但不妨 揣摩着 试一试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 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 众生 累结累至 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 落实到 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 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护疾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 问到没神 者 不妨一试 因为 经社 异空 分别 住在 不同 县市 且 平日 各有 工作 只有 只有 星期天 早上 才开办 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 彰化县 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 271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